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 你们也知道 多马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腓力对他说 求主 将父献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费力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 将父 显给我们看呢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即或不信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 信我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 也要做 并且要做 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教父 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慧师 教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 要向他显现 犹大 不是加略人犹大 问耶稣说 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人 不爱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 不是我的 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已将这些话 对你们说了 但保慧师 就是父 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 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父那里去 就必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预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就可以信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起来 我们走吧 第十五章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数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吩咐你们 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 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 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你们要记念我 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若遵守了我的话 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但他们因我的名 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 因为他们不认识 那差我来的 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他们的罪 无可推诿了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 行过别人 未曾行的事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 连我与我的父 他们也看见 也恨物了 这要应验 他们律法上 所写的话说 他们无故地恨我 但我要从父那里 拆宝会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 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们也要做见证 因为你们从起头 就与我同在 第十六章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使你们不至于跌倒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 并且时候将到 凡杀你们的 就以为是侍奉神 他们这样行 是因为未曾认识父 也未曾认识我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是叫你们到的时候 可以想起 我对你们说过了 我起先没有将这事 告诉你们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现今我往柴我来的 父那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 你往哪里去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 然而 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意的 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 就拆他来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 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义 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 是因这世界的王 受了审判 我还有好些事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 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凡复所有的 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有几个门徒 就彼此说 他对我们说 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又说 因我往父那里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等不多时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明白 他所说的话 耶稣 我看出他们 要问他 我说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你们为这话 彼此相问吗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你们 你们将要痛哭 哀嚎 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 要变为喜乐 夫人生产 夫人生产的时候 就忧愁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既生了孩子 就不再纪念 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因为欢喜 世上生了一个人 你们现在 现在也是忧愁 但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 也没有人能夺去 到那日 你们什么 也就不问我了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因我的名 赐给你们 向来你们没有 奉我的名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 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这些事 我是用比喻 对你们说的 时候将到 我不再用比喻 对你们说 乃要将父 明明地告诉你们 到那日 你们要奉我的名 祈求 我并不对你们说 我要为你们求父 父 自己爱你们 因为你们 已经爱我 又信我是 从父出来的 我从父出来 到了世界 我又离开世界 往父那里去 如今你是明说 并不用比喻了 现在我们晓得 你凡事都知道 也不用人问你 因此我们信 你是从神出来的 现在你们信吗 看啊 时候将到 且是已经到了 你们要分散 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 独自一人 其实我不是 独自一人 因为有父 与我同在 我将这些事 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 有平安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 已经胜了世界 在我里面 我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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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